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工人飯堂 我是工聯會的吳秋北 創科究竟甚麼呢 香港會成為一個創科中心 跟我們生活就業有甚麼關係呢 例如我們的安老服務 怎樣能夠利用到所謂樂齡科技呢 我們的學童怎樣能夠幫助學童 來更加好去學習呢 這些問題其實都很多人關心 而且最近很多人留意到 所謂的平台經濟 新的經濟模式的出現 令到我們的就業模式和維權 亦都是很不一樣的 變了很多 所以今天我們找了 IT人協會李廣宇先生 阿Ken 來和我們談談這個話題 大家好 阿Ken 阿Ken 剛才說了 樂齡科技 在創科上怎樣去使用呢 尤其是我們現在 經常都說 我們要將這些科技去生活化 而人口老化這一方面 其實可以有很多事情做的 是的 胡掌如果你這樣問我 我猜我可以由一開始解讀 怎樣為之創科先 其實創科很多人都在想 其實是什麼 是否距離我們很遠 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是的 我想說一下 其實創科 又不一定是創業 什麼叫創科 其實創科 是有優化有改善的 我們都可以統稱它為創科 當然 在市面上 我猜你也聽到很多 有blockchain 又虛擬貨幣 現在最近有NFT 又有元宇宙 那裡很大 但其實不一定是這些 所以剛才你問我一些 其實在生活上 究竟有什麼關係 我就是想說 創科跟我們真的好息息相關 譬如 在一些樂齡的長者 在現在疫情底下 其實他們怎樣可以應用到創科 你們可能會聽過 這些叫遠端醫療的東西 遠端醫療 即是說 可能有些長者 她未必那麼容易 在她自己的生活環境下 她可以離開她的家居 或者她不在很方便的環境下 可以立刻看到醫生 她就可以用這些 遠端醫療 可以去找一些 醫療的 我們叫做一些 諮詢 未必是立刻跟你打脈 立刻配藥給你 但可以有一個諮詢 或者你會不會考慮怎樣怎樣 這些類型的諮詢 在現在香港都開始越來越盛行 其實疫情底下 有一些我們的中醫 都有這方面的服務 是的 即是有些老人家 她真的不敢出去 於是她就在網上 那個醫師就問她的事情 她有些疑問 可以向那個醫師請教 是的 其實如果再發展更多 是不是我們以後 戴一個手帶 基本上那些生命的訊息 已經在網上 那個醫生就可以判斷你一些情況 沒錯 這個我們相信應該在不久的將來 都很容易會發生到 因為其實已經 尤其是你講香港 其實你看到內地 其實有很多地方 都已經開始用這些 我們叫IoT的東西 怎樣將整個家居 怎樣將你的生活 怎樣將你的健康 亦都將這些訊息 傳到一些 即是通過網上 傳到去另一個地方 可能是一些醫院 或者這些醫生的地方 可以令他知道你身體的情況 都已經有了 所以希望這件事慢慢成熟 就可以做到你剛才的效果 是的 但是我們這麼多 各種的人的需求 另外一個就是 長者和兒童 長者其中 譬如安老的服務 其實都是很需要一些科技的幫忙 例如他那些照顧的機械 生活的一些設施 都是可以用到這些科技來改善 是的 我最近都看到一些短片 短視頻 他是說 其實有些 現在已經出現了 就是一些科技 可以讓長者帶在身上 令長者知道他有少許失平衡 臨跌之前 都可以馬上保護他的身體 免除直接和地下衝擊 而導致他有很多骨折 這些都可以是一個創科的一種 你剛才也說了另一個層面 就是會不會有些長者 可能在安老院 尤其是我想說 在現行的一些科技裡面 我最近都看了一個某大的 四大的一些諮詢 就是consulting firm 他們展示了給我看一些報告 就是說 其實有一些科技 他可以透過一個類似一塊鏡 那樣的東西 老人家走到過去 他就不會一天 可能有提示 你要怎樣怎樣做 直接可以看一些有認知障礙 或者是有些少少輕微失智的長者 他都可以更加好的處理他的生活 這些科技很多都已經慢慢面世在世界上 怎樣去幫助我們的小朋友學習 在這些科技上面有什麼可以做到 我估計很多家長在過往這一年都經歷過 其實最普遍的很多人都已經用網上微信的視頻 或者是zoom的工具 可以在網上授課 其實這些東西都慢慢在疫情底下加快了他的普及 令到學童 這個是初階 令到學童可以在一個家的環境底下 很安全地 就算在現在的疫情情況之下 都可以繼續他的學業 其實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有一些是VR的效果 即是有些像遠宇宙的虛擬世界 當然這不是這麼快 但大家還在講 但是在未來的將來 我也聽到一些朋友說 不如我們將這些東西推到學童 他可以在家裡 都不會跟朋友接觸不到 變成自己很孤獨地長大 搞得不懂得跟別人溝通 就可以應用這些科技 可以讓他跟朋友在網上 一樣好像一個公仔 可以跟朋友溝通去玩 令他們不會在疫情底下 都變成一個人在家裡 尤其是現在你知道 那麼多小朋友 可能只有一個小朋友在家裡 沒有兄弟姊妹 很多香港的家庭都是這樣 那情況下 他們怎麼會跟別人溝通 那就糟了 就是慢慢長大了 就孤獨 我猜這些科技都可以幫到 我聽說有些小朋友 其實都有一些叫做寫程式 是的 你知道寫程式 尤其是你IT人 寫程式其實是要學的 那些語言 要有那些邏輯 是的 那小朋友這麼小 怎麼去寫程式 現在是否已經是新的服務式 是的 現在真的很不同 現在我那個年代 我猜我都差不多去到中學 中學才學寫程式 其實現在我兒子可能是九歲 其實他已經在學寫程式 但是他們現在的程式 他們叫做Low Code 基本上差不多是不需要去寫程式 是拉拉拼拼 就可以將一些邏輯 砌到畫面上 之後就可以 你想想一個未必會寫program的小朋友 都可以在短短十幾分鐘之內 就可以做到一個遊戲仔 厲害了 已經做到了 厲害了 我那時候學寫的時候很痛苦 如果有這樣的科技 真的 不同了 科技就發展得這麼快 令到我們生活變化 連工作模式也變了 在疫情下 平台經濟發展得非常蓬勃 你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怎樣能夠適應 或者是否以後都是在平台上去生活 還是反而是局限了我們的生活 我當然希望不會這樣 你始終人和人的接觸 接下來都應該是必須的 不過這個平台的經濟 我猜是開拓了另一個特別的關係 很多在我們叫共享平台 分享平台上 他們的僱傭關係 都已經沒有以前分得那麼清 你想想 其實一個服務商或者一個人 他可能是個體 但他想在這個平台上提供服務 但他和這個平台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以往在公司 就是僱主僱員 但在這些平台上 就不是了 所以這個保障 我想在香港也有待繼續去成熟 令政府可以 或者我們相關的團體 可以令到他們推動一些合適的保障 令到這些打工仔 其實他們都是打工仔 是自顧的 但他們在這個平台的工作環境下 都可以得到一個合理的保障 這些要求 我們真的很關注 尤其是那些妄藥工 或者是快遞員 他們的保障其實是很不足的 所以我們立法會議員 陸祖宏 去年都去做了快遞員 親自去嘗試一下 也知道保障的問題出現 所以我們都要求政府 在這方面要立法 我們是做工會的 肯定要關心這件事 要加強這方面的保護 同意 我們一起努力 這方面 在推動創科的時候 我們都要留意到新的模式 新的業態 新的勞資關係 剛才提到就業保障 勞工權益 但是一個更加令人擔憂的一件事 科技發達 自動化 智能化 可能很多工作都沒有了 你知道我們做工會 以前都會留意到 一旦有機械化的時候 曾經有些工人 直接憤而把那些機械打爛去 我們現在創科這麼先進 已經去到全部機械人 不用人 那我飯碗不保的時候 是不是要把整個網絡 那些智能的東西 全部破壞了它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猜我們要看的是 這個趨勢 是不是一個可以暫停 或者可以逆轉的趨勢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趨勢 未必是可以逆轉的 譬如 這件事是不是香港不發生就可以 或者只是一個地區不發生就可以 如果不可以 其實全球都在發生 如果我們以為打爛了它 就不會發生 那我們就可能 令到我們反而減慢了 當然 在歷史上 我們都不會看到 這個是主流的趨勢 都是在適應 我們怎樣去創造就業回來 是的 我猜我們好像你說 應該是想著一個方法 怎樣在這樣的環境下 我們先去了解它少少 從而看回 在這樣的環境發生的情況下 有些工種可能無助 歷史一直在轉 那有什麼新的機會出來呢 有什麼新的工種出來呢 那些東西我們可不可以嘗試去 試一下怎樣去學習到 令到我們可以駕馭到這些技術 令到它再去 在這樣的新的環境之下 繼續去謀生呢 我猜這個是我們所有打工仔 都比較應該向這個方向去想的 但是打工仔很難去想這件事 沒錯 先自保 沒錯 有哪一件事是不會被人取代的 嗯 應該都沒有 沒有 只是時間的問題 真的很害怕 時間的問題 你說得很對 時間的問題 就算有些人以前說 可能你讀過書 可能要讀得很多書 會不會那麼容易被人取代 例如律師 我反而正正是想說 律師這類型的工種 反而更加可能 在接下來的科技的趨勢之下 更加容易被取代 很害怕 我聽說 搞藝術那些 可能會不會被人取代 因為藝術很有個性化 很人性的東西 是的 但是我看到 書法 都可以 都可以取代 機械人都寫到字 還寫得比你漂亮 真 那怎麼辦 沒辦法了 我們一起拭目以待 胡長 我覺得我們始終都要朝著一個正面的方向 在新的科技底下 我們創造另外一些新的職位出來 這樣才是一個正常的思維 同意 同意 靠你了胡長 你在立法會裡和我們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 今天很感謝港瑜 來和我們一起說創科的內容 令到我們接收到很多新的訊息 時間都差不多 多謝各位的收看 首居榮幸 拜拜